从饮食中去除糖分,会对您的身体产生深远的影响,导致短期和长期的变化。 虽然糖分可以提供快速的能量来源,但过量摄入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,包括肥胖、糖尿病和心脏病。 当您从饮食中完全去除糖分时,您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,以戒断症状。 在阶段糖分后的最初几天,您可能会出现阶段症状,这可能包括强烈的渴望、情绪波动、易怒和疲劳。 这些症状发生在您的身体适应没有糖分时,这会对您大脑的奖励系统产生重大影响。 随着您的身体适应使用脂肪,而不是糖分来获取能量,渴望通常会在一周内消退。 二,能量水平提高。 一旦阶段阶段过去,许多人报告能量水平增加,且更加稳定,没有了与糖分摄入相关的峰值和崩溃,您可能会在一天中体验到更稳定的能量供应。 您的身体开始利用脂肪作为主要能量来源,从而提高耐力和活力。 三,减肥减少糖的摄入量,可以显着促进减肥。 糖的热量很高,而且通常缺乏必需的营养素。 通过戒掉含糖食物和饮料,你可以减少总体热量摄入。 此外,由于减少糖的摄入,胰岛素水平降低,可以促进脂肪减少,使减掉多余体重变得更容易。 四,改善消化健康。 高糖饮食会促进有害细菌的生长,破坏肠道健康。 通过减少糖的摄入量,你可能会经历消化改善和负胀减少。 低糖饮食通常会导致负寒纤维的食物摄入量增加,从而进一步促进健康消化。 五,增强思维清晰度。 许多人报告说,戒掉糖后,注意力和思维清晰度都有所提高,稳定的血糖水平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并减少脑污。 你可能会发现,更容易集中精力完成任务,而不会受到糖引起的能量崩溃的干扰。 六,更健康的皮肤。 减少糖的摄入量,可以对你的皮肤产生积极影响。 高糖摄入量与炎症和皮肤问题有关,如错疮和过早衰老,通过减少糖的摄入,您可能会发现皮肤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干净,弹性也得到了改善。 结论总体而言,从饮食中减少糖分,可以带来许多身心健康益处,虽然最初的调整可能具有挑战性,但长期的变化。 包括精力充沛,体重减轻,消化改善和皮肤健康改善,让这一旅程变得值得。 接受无糖生活方式,可以显着提高您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。 接受无糖生活质量的变化。 感谢观看